有燈嗎?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直播安裝的車種是 後腐6代10年的才有 好,這台車他所安裝的避震器是 KT競技版的 所以他附的 上座 是魚眼的 我現在看不到 這樣應該看得到吧 附的是魚眼上座 我現在沒了,我的直播 好,這台車今天他裝還蠻多樣的東西 他不是只有裝避震器而已 所以我講解的部分的話會比較多 夠幅的車 這台是柴有的 這台是柴有的車 好,那我們先從避震器的部分先講解 好,先把車放下來好了 我先把車放下來好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他的拉桿還蠻特別的 然後順便講這台 車是裝魚眼上座 好,放車喔 放車喔 我先把車放下來 然後看到 這是他的拉桿 因為我們本來是一般拉桿的話,我們都是叫 Schumeter的拉桿 是因為Schumeter他們沒有做購福的拉桿 所以詢問了哈瑞斯 所以只有哈瑞斯他們家有做 所以 購福的車友如果他想要裝以及拉桿的話 就只能詢問 哈瑞斯有做而已 還蠻漂亮的一隻藍色的拉桿 然後他們上座的部分已經蓋起來了 所以 我們就不要去打開他了 然後 這台車 鎖附的上座是魚眼上座 現在我要車升起來 我們看一下他的拉桿 還蠻漂亮的 購福GTI 購福GTI 他前 不是購福GTI 是購福這台車啊 他們前面的懸吊系統也是獨立式的 所以他們 跟FOCUS還蠻像的 你看 統身是直接插進去有沒有 然後旁邊再鎖起來 所以他們前面的懸吊系統也是做獨立的 所以車身降越低 他的傾角會越大 然後調整車高的部分啊 一樣 就從這裡 這台車主他要的車高是一直 所以我們就幫他調整到一直的角度 一直的高度 所以他要做前後一直一直 然後這台 裝的是競技板 這台前面配的公斤數是8公斤 好不好 前面配的18公斤 然後用油的話他是用競技用油 他不是一般的道路板 然後 腳管的部分的話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啊後面 就是跟 做跟原廠一樣 對應的鎖點 然後 利壓槍的部分不用去做更改 他一樣是沿用原廠的利壓槍 看到嗎 這裡 他是沿用原廠的利壓槍 然後這個車主啊 他還有在改 三角架 架高的部分 在這裡 他多了這個樣東西 他 架裝這個啊 就是為了要改善 降低避震器之後 所改變的集合圖形 然後 架高之後 他的集合圖形 就恢復到跟原廠一樣的 的集合圖形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類似外面在講的 加長盒上頭 可是 這個東西 跟外面所講的那個加長盒上頭 又不太一樣 他只有 加裝這個地方而已 這個 架高而已 然後讓 使上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拖上去 會讓 床洞走 比較沒有間隙的問題 所以還蠻多人 去改這個東西 做架高的動作 是因為 車身降越低 他的集合圖形 就會變 變掉 然後造成 床洞走 會有間隙 所以然後才會去加裝這個東西 所以想要降很低的車友啊 想要讓床洞走的壽命更長的話 建議去加裝這個東西 做墊高的動作 這樣了解嗎 就是在做這個東西 前面的部分的話大概就這樣 因為 今天 他 今天車主要裝的東西還蠻多的 卡鉗還沒有老 所以不然他連前面的卡鉗 也要做更換的動作 所以他今天只有 動後面的煞車 的東西到前面的卡鉗 也會跟著做更換 所以今天就先裝先到有到的東西 就這樣 前面的部分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講後面的部分 今天這台車主啊 有加裝HHC的 雙片4325的大碟 然後再配上VDTR的粉紅版的來臨片 這個不是一般的當片式加帶的 雙片式的喔 他中間這個帽蓋是鋁合金的喔 雙片式看得出來就是 他後面的鎖 他後面是有鎖點的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他是碟盤跟帽蓋可以是做分離的 雙片式是這樣子分別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鎖點 所以 黑色的部分跟鐵質的部分是可以做分開的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雙片式 因為GOV這台車啊 他後面 沒有做當片式 只有放賣雙片式 所以他只能換雙片式的加大底 看到了嗎 就這樣 雙片式的 知道啦 你們加了美VDTR的 不要在那邊泡嘴啦 我在介紹我家的避震 我可以升高嗎 好你要升高喔 好 還蠻漂亮的 HH7的 後面的加大底 然後他們還有他們加的LOGO 太短了 好 剛才講後面的避震器的部分啊 GOV後面的避震器啊 他是彈簧跟桶生做分離的 有沒有彈簧跟桶生做分離 哈囉一翔好久不見 然後調整車高的部分啊 一樣是在這裡 然後一樣就是 車高調多少 桶生也要跟著動 然後GOV好了 GOV這台車啊 KD他們特別用心的地方是 一下要車身放下來 放不動 放槍 他後面調整主牛的地方啊 在這裡 他做下式調整 所以調整主牛的話不用從 要割開什麼 把內裝弄成怎麼樣 他直接可以從這裡做調整 這是KD還蠻用心的地方 他把調整器做在下面 然後這台車啊 他還有加裝 哈瑞斯的後防晴桿 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有特別強調這台車是競技用的啊 所以 他還做了蠻多加強底環的部分 就是這一根藍色的 特別的突出 他到哈瑞斯的 加速的方形感 在後面 這樣拍會更清楚啊 剛才講說那個 HHC的雙片式交代點 這樣拍更清楚 他後面有鎖點的 帽蓋跟疊盤是可以做分離的 我們去認雙片式啊 有很多假的 就是他帽蓋 黑色的部分跟鐵子部分 是沒有辦法做分開的 可是HHC這個 是可以做分開的 很明顯吧 後面有一個鎖點 可以把那個螺絲給靠起來 舉認一下 當片式跟雙片式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筷子雙片式 還蠻用心的 上面還有LOGO HHC 好 講解的部分就在這裡 到這裡為止就沒了 因為他很多東西 都還沒有到 所以我想說 先講有的部分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省事專業 詢問我 我們等一下要上台了 然後順便做 四輪定位的部分 就先這樣 謝謝 謝謝